欢迎收听到数位喝醋彬 我是文婷 十一月啰 你有没有觉得说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就要过了 春两个月 这两个月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今年一开始的新年 新希望你有完成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检视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 也是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家芳 嗨大家好 家芳为什么刚刚开始这样开头呢 是因为我知道 好像基金会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呢 你们有没有让很多人知道 这是另外一件事 其实要讲到这个呢 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成立 已经迈入第12年有了吧 那因为其实现在是一个数位的时代嘛 大家如果要知道什么讯息 第一个一定会先去拜Google大神 对 所以如果你的讯息没有办法在网路上流通的非常顺畅 就很难被大家所发现或者是认识 那所以其实基金会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个官方网站一定要有 对 后来呢 这几年因为手机跟行动载具使用越来越普遍 所以包括了FB啦 或者是现在年轻人在用的IG啦 甚至YouTube这些频道 也慢慢的可以搜寻到我们基金会的各式各样的转案 哇 你们走那么前面哦 我们很忙耶 还有IG耶 是啊 那是谁的看 年轻人啊 对 现在大学生大概都是用IG 他们比较少用FB 对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自己的这些自媒体在经营这几年来 我们也确实发现 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 像我们那个年代 你那个年代 可能呢 你在官方网站上收集到的讯息 你会觉得是最完整的 对 你也觉得 我什么东西 我在这个网站上 我就能够依然无遗 可是后来会发现 因为其实大家在 很多 譬如说可能很多活动 他会依着时间点跑 那你如果一直在官网上更新讯息 其实有时候你跟不上时代的买动 因为 其实现在大家人手一金 你在上面溜 如果你的讯息 没有马上及时的去更新 你就落伍了啊 对 而且人家也没有办法去知道 你要到底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考量到一些 大家在使用网路上的一些 Mega跟特性 所以其实基金会在这几年 我们蛮用心在经营 我们的FB跟IG 说整个人就是要介绍 接下来这个人 对 那你介绍一下 好 我要来介绍我们的同事 我们这个同事呢 它其实它的来历也非常的不简单 它是我们 其实因为基金会在敦点台湾这个专案 我们已经经营了第11年 那在这样的专案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发现 有非常跟基金会很有缘分的这些同学们 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同事呢 它其实是在我们第六届敦点台湾的学姐 那它现在在我们基金会主要负责的 就是我们基金会这些对外的自媒体的小编 它是我们的好朋友玉琪 好 我们先欢迎玉琪 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玉琪 你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小编 对不对 因为很多经营FB上面的人 他都会自称自己是小编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 就是有一个职称就叫做小编这样 那你负责的是有哪一些 我主要是负责协助像上架一些 基金会的官网的一些活动的平台之类的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FB跟IG的po文 基金会还有一个YouTube频道对不对 对 主要是有哪一些内容 主要像是之前我们有请导演帮我们拍一些 我们基金会的一些宣传的影片 那另外还有像是历年来蹲点的一个影片 都有收集在上面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 所以他们辛苦过的都不会白费 因为网路上都有留存 而且随时呢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社区 你只要搜寻关键字 都可以看到同学们拍的精彩的影片 因为杜拉加方公立即第六届蹲点的学姐嘛 你那时候是去哪里蹲啊 我去台中天恩关怀协会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 然后有很多收尾客服的小朋友 牧师在那边让他们去上课 那你在那边蹲完点之后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那时候就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有捕捉到很多 像处兵Gabia就是有很多善心人士 然后来到这个协会去像送菜啊 或者是送瓦斯桶这样的一个善心行为 所以就是对我的影响 我觉得是说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 其实在各个角落去做一个付出也好 或者是在爱这方面去做一个关怀 然后我觉得想说台湾真的 有一点一点就是用美好的东西 去把它串出来的感觉 这些好的事情我们就希望透过 蹲点同学他们的努力 不管是拍摄还是文字 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同时呢也要透过小编拟啦 预期可以把这些东西呢 放在Facebook上面或者是IG或者是YouTube上面嘛 那你觉得你在经营这几个频道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不一样 脸书的话就是我们会比较及时性的 像每一天就是在平日的每一天都会做一个贴文 那像如果是官网的话 可能就不会比较那么及时性的去更新 我们的最新的讯息的这个部分 那IG上面放什么 IG的话主要是以同学们这次蹲点的一些照片 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同学们蹲点的过程 这一次第十一届有三十组的同学 那你要把他们在当地经历的事情 及时的po在这些社群网站上面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去筛选 而且你这样子不是很忙吗 就是每一个蹲点同学时间不太一样 那也有很多重复的啊 那你一天要看多少人的部落格啊 一天其实只要有去蹲我都会看 他们每天更新我都会去看过一遍 对啊从中去筛选 就是觉得比较精彩的部分 那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样子要花你很多时间吗 用心程度的话 就是可能也要在工作蛮多 就蛮多的时间 因为你会想要 因为这太精彩 你会想要很好的 就是细细的去品尝他们的一些文字跟图片 还有影片的部分 所以主要是在吸收这些同学丢出来的讯息 然后再转化 变成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的这些资讯吗 那你觉得就是这三十组 今年的有哪几组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主要有就是分三个类别 就是一个是机构型的那个 就是花莲医民教育院的同学 对 然后另外一组是社区 关于就是彰化西州的同学们去做论点 这次你们挑的两组的同学 其实都是跟心理辅导系 或者是护理系有关系的 就跟着他们一起去部落这边 然后关心老人家的健康吗 那你这样子为什么会对这三组印象深刻 因为像是第一个话 就是花莲医民教育院的部分 就是因为他们主要是到那个机构去 就是主要去关心那个 身心障碍者的院生们这样 他们就是其实也有相关背景 他们是属于艺术教育的这个领域 那他们到这个教育院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带院生做一些 艺术的一些疗愈的活动 对 然后另外其实他们也有用很多的篇幅在描述 就是他们在里面做哪一些课程 或者做哪一些活动 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特殊的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情况以外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特教这个领域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 彰化西州这边 彰化西州的部分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从一开始蹲点的时候 就跟在地伙伴一起进行了一些 关于黑年纪的一些筹备的过程 然后其实同学们就是不管是在筹备啊 或者是在黑泥当中去打滚 都可以让我看到就是 就真的很开心 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元素 在蹲点的过程中一直在发酵这样 你啊 因为以前也是蹲点的学姐嘛 对 你看到他们玩得这么开心 会有冲动想要也跟着去吗 像我们那时候蹲的是台中天人关怀协会嘛 对 然后旁边就有红土 那想必红土是蛮硬的 对 没有办法踩这样 就还蛮羡慕说 可以去骨头啊这样 那台东南回健康促进关怀服务协会这边呢 这边的话我觉得蛮特别是 因为他们是两组不同的科系的同学进去嘛 然后他们看的东西其实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那像护理系同学当然就是进去的话 会看到一些文件站的一些情形 或者是在照顾者这个部分 那他们其实也有对照顾者进行一个帮聊 因为他们觉得照顾者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忽略 在身心里这方面比较容易被忽略 而且压力其实也很大 对 所以不错 他们整个非常的细心 然后还会想到说 不管是被照顾者或者是照顾者 他其实也是需要人家的关心 然后他们的压力也是需要有出口的 你在看到这些同学的表现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超级感动 然后就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这是一定会有许多的感动在里面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 从这蹲点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同学们 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些期许 那因为蹲点的一个历程 然后引发他们说 他们也许之后可以往哪方面去发想 这个部分 你自己呢 你觉得蹲点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蹲点主要是可以去看见 可能不是属于你生活圈当中 熟悉的一些人事物 那其实更多的人事物 其实是散落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只是你没有去看见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用心的观察 就算呢 你跟文婷一样 没法去参加蹲点来玩的活动 但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心观察 然后发现我们生活的美好 那进一步呢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啦 那现在呢 就是让你推广的时间啦 因为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应该还没有去 我们的粉丝专业按赞 所以让你可以来推广一下 刚准备的时间来给你开戏 我们的点 然后一点台湾的这个粉丝团呢 其实收录了非常多 精彩的一个活动内容 如果你不来看的话 就会很可惜 对 那重点是我觉得 每次看到文婷 把我们按赞的时候 就觉得很甘心啊 哦 对 所以顺便也要来 主持人文婷 数位喝醋 逼的粉丝专业按赞哦 对一起按赞 对 那如果你有用IG的话 那IG它要找哪一个关键字 一样在IG上面搜寻点台湾 那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绿色逗典符号 那就是我们的官方的账号 好 那另外YouTube频道就更简单啦 你只要搜寻中华电信基金会 或者是点台湾 或者是蹲点一些相关的字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YouTube频道 那YouTube频道上面还可以找到 我们数位喝醋冰的节目哦 那我们的节目呢 因为每一集都太精彩了 自己讲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听不够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上面去 搜寻数位喝醋冰 就可以听到我们每一集精彩的节目内容 而且呢我们在上面的节目 是没说过的 你也可以一回听到口气这样 今天就先谢谢玉琪啦 谢谢文婷 我们下一段节目呢 要带大家到东卢凯这边 一样是蹲点的同学 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去蹲点的故事 所以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欢迎回来数位喝醋冰 我是文婷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我们邀请的是两位 刚从台东蹲点回来的同学 要说刚从吗 好像也不是 因为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 我先介绍他们出来 一个是我们 屏东大学社会发展学系的 黄伟诚 伟诚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一样他是屏东大学 但是他是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的 魏庭仲 庭仲好 文婷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伟诚是哪里人 我是高雄的小港人 好 那听众呢 我是台北人 你们两个怎么凑在一起的 而且你们连系所都不一样 我们当初会凑在一起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老师 然后老师有发现了这个 蹲点台湾的活动 然后想说 我们平常就是有在做 关于社区的事情 然后就想说还蛮有趣的 就邀请我们 一起去听他们的说明 所以我们就遇到一起了 那所以你们本来不认识 我们在之前 有在某几个课上 有见过面 但不认识 那这样子就跟另外一个 不太熟的人 一起相处15天 对 那这15天应该蛮精彩 现在就是坐在这里 是被强迫的吗 还是 可是其实15天之后反而变朋友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算是 比以前完全不认识的状态下 现在是变得算是朋友 嗯 对 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知道哈 参加蹲点台湾这个活动 它其实前面的审查蛮严格的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对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花了蛮多心力去 就做过很多的就是努力 嗯 那因为他是书审完之后 还要面试嘛 然后才能被选上 就是去参加这个 蹲点台湾的活动 因为你们到的是台东的 东卢凯 达鲁马克那边去 那东卢凯的文化教育协会 这是你们第几志愿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志愿 为什么会选这边 因为我们觉得 他当初在写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亲近 就是山林 然后会有很多文化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做体验的部分 嗯 那我觉得其实 呃 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去 就是完整去接触一个 就是部落 他们的一些生态的部分 就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的话 其实当初会排在第二个部分 应该是因为 它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那因为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 就是上课啊 或是一些关注社会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会蛮常接触到原住民 嗯 对 所以那时候也是想说 哦 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原住民 那我们就把它排在比较前面这样子 但是听众也是台北人耶 你不觉得台东超级远吗 除了超级远之外 我还觉得超级热 所以因为伟成他是高雄人 所以你就没有那种天气的落差 对不对 其实在高雄大部分的时候 也没有像我们去就是台东那边 我们每天都就是需要出去 可能晒太阳然后去拍东西 去跟他们一起互动这样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体感特别热的感觉 回来以后身体的皮肤黑了几阶 有黑了好几阶 大家如果有就是可以去看我们的部落格 我们其实在去了好像前两天还三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我手上有戴那个 义品手表 然后我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把手表拿下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下面是白的 然后旁边已经黑了 就是那个永远拿不下来的手表 就在上面了这样 你们刚刚讲到部落格啊 你们部落格的名字叫做 达达达鲁马克 达达达鲁马克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其实是 我们想要取一个有趣一点 比较俏皮一点的名字 但是我们又想要想说 让大家看到我们部落格的名字之后 就可以就是马上知道 我们部落格可能会写些什么 那最后的话那时候是 就觉得说达达达达 就是他好像是一个 有马蹄声的感觉 马蹄声然后有移动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子打起来 也蛮可爱俏皮的 后来就取了这个名字 真的有个假的 我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们两个虽然说 接触过一些社区啊 刚刚也说到说 对于原民的文化很有兴趣嘛 那可是你们真的 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有没有落差 就是跟你想象的有没有落差 我们先委层讲好了 我到那边之后反而觉得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 就是更有可能文化传承 很久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因为有一个 可能男指挥所跟 可能女指挥所的部分 他们各自都会培养 就是关于可能文化祭典的一些内容 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男女指挥所 然后就传承了将近 就是一千年以上这样子 所以进去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祭典跟仪式 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说 这些东西都是从可能 好几代就这样一直不断延续过来的 所以会让我觉得 就是比起过往 对于可能原住民文化这几个名词 会有更深的一个体会 听众呢 我的话是觉得 因为我以前上过的课 也有带去其他部落参访过 那些部落其实都 某种程度上已经很现代化 或是对于他们部落的 传统的一些记忆啊 就是已经简化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这次 到了达鲁马克之后 虽然他们也有做一些简化 可是他们其实还原度 跟那个保存度就是很高 就是我们进去之后 我们其实算是从他们的中间进去的 因为他们其实好像从四月开始 就已经开始会有关于小米的祭典 然后我们七月进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进入到中后期 然后快要到收获季的阶段 但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看到了 真的你看到那个 我是觉得还蛮震撼的 因为我会觉得说 能够把一个文化的祭典啊 然后仪式啊 就是大大小小的细节 都保存了这么完整 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们刚刚讲的都是 对于文化面嘛 我其实想要问的是说 你们有没有一开始就幻想说 那里是一个 基布拉斯鸟不生蛋的地方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发现好像也不会啊 就生活经济什么的 也算方便这样子 我也曾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关于生活这块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象说 我们可能会常常进山里面 然后我就去 打猎之类的 对有可能 他自己带了一个登山包 对我直接带了一个登山包 然后里面就塞满了各种 可能药品啊 然后可能各种鱼衣啊 鱼鞋之类的东西都会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等到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说 那些东西都用不到 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对 所以就是整体来说 他是在一个山脚下的部落 所以他其实跟可能台东市的部分 还蛮就是接近的 所以其实在生活经济上面是非常方便 可是他刚好后面就是一座山 所以他们前面有便利的生活 可是后面如果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传统化 很容易就可以有一个场域可以进去这样子 嗯就真的可以去打猎对不对 对可以的 好那你们从学校那边出发的话 到达罗马克要多久 嗯我们从屏东过去的话 大概是打两到三个小时的火车 嗯 还要两到三个小时的火车 对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好像是从屏东车站 嗯他可能会经过像是访寮啊 然后那边就是穿越中间那个山 然后这样子走三线过去 嗯所以我们到达罗马克是要搭到资本火车站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大哥载我们回部落 嗯然后后来进去蹲点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有把我们的摩托车 就是寄到资本火车站 对但然后我们从资本骑到部落 大概还要再骑10到15分钟 对大概是这个距离 哇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然后你们说你们在蹲点的时候才把摩托车运过去吗 那所以你们之前就有去过一次了 因为我们在要进去蹲点之前 然后我们在跟我们的窗口 就是丽媛大哥联络的时候 他希望我们可以在蹲点之前 先去部落一次 嗯 去大概了解一下部落可能部落在哪里 然后他们现在部落有什么事情 就大概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社区这样子 嗯对 所以我们有在六月中旬的时候 有先去一趟 有去过一次 对对对 那那一次去了以后 有对于你们就是想要去那边服务的方式 或者是你们拍纪录片的内容 有所改变吗 那一次去其实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体验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原本以为我们会去走社区 嗯 但没有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被大哥带到山上的旧部落去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就被带到一个云雾缭绕的旧部落 对对 然后当天还就是有下的 就是小雨 小雨那样子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 你只看得到地上的草 嗯 然后旁边就是整整都是白 都是朦胧的 被你包覆着 你看不到远方 这种感觉 嗯 然后他们在山上的旧部落石板屋 里面还有在烧 算是烧火 烧彩这样子 嗯 所以从房子里面会漫出那个烟雾 嗯 所以就是外面的 晒 云烟都是环绕 然后里面又慢慢的生腾的雾气这样 哇有吓到吗 我觉得是比较惊艳吧 我觉得会有惊艳的感觉 嗯 所以现场是漂亮的吗 现场其实 嗯 算是漂亮 虽然看不到远方的风景 嗯 但其实当下那个氛围 你会觉得 就是 有些人会说 就好像置身于什么 仙境当中的感觉 因为我们就是 旁边都是云 云 嗯 就一片白白的 是很高 还是因为那天天气的关系 一部分是因为它很高 嗯 然后天气我觉得应该也有影响 你们就这样被一个陌生人 然后就载到很高的山上 还好是两个男生 但你们会怕吗 我们其实 我自己个人 其实那时候有点怕 因为 我们虽然是在 我们在山上那个旧部落 其实我们是从山下 嗯 然后也是被大哥载到上面去 然后一路其实都是 很像是产业道路嘛 就是没有 很窄的那种路 嗯 就是 你可能弯一下 然后你还要先倒车 对 然后你再上去 可是倒车的车道旁边 就是山崖 就是你 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下去了 嗯 对 然后一个部分也是 我们从 山下的 山脚的那个新的部落 到身上的旧部落 其实也开了 也要十几二十分钟 对 要十几分钟才会到 嗯 这个是亭众他说 他会怕 那伟城呢 呃 我反而 比较没有那么的害怕 你很开心就对了 对 因为其实之前 就是在屏隆的时候 也有就是 可能自己骑车 到比较深山的环境当中 所以 其实 就是 啊 当地知道说啊 那就是一个 可能原住民部落 然后还要带我们去旧部落 就是旧部落 其实对 我觉得对原住民 们来说就是 那是一个 蛮神圣的地方 所以他愿意 就是第一次 就把我们带进去那里 其实我是感到 蛮兴奋的 嗯 对对对 所以你们这一次 去纪录片的主题 是什么 我们最一开始 其实是希望 可以记录 呃 因为我们在 他的那个简章上面 其实是有 听到他写的是 想要关于 狩猎记的记录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 想象是 我们可以跟着大哥 就是跑山林 就是他在那边列住 我们在后面拿着镜头 然后跟着他 那有颗颗啊 对那有颗颗颗 现在想象怎么可能 然后就是 我们本来想象是这样 然后后来去了 都才发现 哦没有 我们其实 那个我们不能跟着他们 去山上狩猎 而且他们狩猎的时间 其实 凌晨 或是班深夜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猎物才会出来 所以其实 我觉得一部分 可能也是安全的 照相 所以我们就没有 办法跟去 嗯 然后到 后来我们 纪录片的主题 其实是比较偏向 因为我们后期都 比较常跟 部落的妇女会 嗯 还有他们的 女青年团 一起行动 嗯 所以我们后来 这样好吗 哈哈哈哈 我们有问哦 他们就说 哦没关系啊 你们就来 好 对你们主题是什么 呃我们其实后面主题 因为就比较跟着 妇女会跟女青年团 所以我们会说 男生在 就是可能在 收获季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有 很多的活动 祭典活动 其实其实女生也有 嗯 而且女生活动 也不比男生还要少 嗯 对那 因为收获季 他们可能就会有 做秋千啊 然后可能就需要 去有藤蔓 去绕那个秋千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 跟着他们 就是一起上山去 然后他们在彩藤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 拍他们的 一些生活的过程 然后我们也去记录说 那女青年啊 跟妇女会 他们要怎么去 就是互相配合呢 嗯 所以我们就会往说 在部落里面的妇女 如何去 面对收获季 那他们会去 做一些什么 嗯 大概是这样子的主题 好 跟以前 可能大家想象当中 到部落里面 会去拍 风年记啊 或者是拍一些 祭典啊 的细节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你们拍的反而是 呃 女生的这个部分嘛 这其实还蛮特别的 也可以介绍给大家知道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你刚刚一直讲收获季 收获季 一般大家对于 原民部落 想到的会是 风年记 嗯 为什么他们那边 叫收获季 他们收获季的主题 其实是跟小米有关 所以他们其实 叫收获季的原因是说 他们呃 种 就是从他们 呃可能翻土 嗯 然后种植 然后一直到收成 他们就是 比较希望是 称之为这个叫做 收获的动作 嗯 就虽然也有 就是丰收的意思 可是他们是觉得 收获 然后可能收到多少东西 然后丰衣足食之后 可以酿小米酒啊 然后就是分给 部落其他人 对 所以 他们也有 丰收的意思 但他们比较倾向的去说 收获这个动作 所以他们是说 小米收获季 嗯 但也算是他们的新年吗 还是不一样 算是他们的新年 也算是新年 对 达尔玛克是 卢凯族 嗯 那卢凯族 在你们的 呃 这样子去参与了 15天之后 你们觉得 他们的特色 跟其他的 你们所了解的 或者是我们 一般人印象当中的 原民部落 有没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是 他们特别团结 大家还是很认同 以前就是 他们部落里面 传统的文化 这个东西 嗯 所以他们对 自己的文化的 认同感很强 对 所以我觉得 最大的不同 应该就是 我们进去了之后 发现他们 除了就是 文化的东西 保留的很完整 然后大家也就是 在这个期间之内 就是不分 男女老幼 大家都很认真 然后很用心的 在准备这件事情 看到整个 部落的人都动起来了 嗯 对 好 接下来我要问重点了 收获季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美食 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本来讲的重点 你们以为是什么 对不对 没有 因为逼节目呢 就是都要讲美食 这样 因为主持人很爱吃 所以就是 请两位跟大家 分享一下 那边当地的一个美食 其实我们去那边吃 就是说要吃到传统的食物 其实也比较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其实 后来是跟着妇女会 跟女青年团在行动 嗯 对那比较多的 都是在跟着 他们的课程 那有一次 我们是在做 算是采访的时候 当地其实有一个姐姐 她是在做馒头的 嗯 然后她有一个 我觉得蛮有特色的是 她吃一个馒头里面 然后她可能有加盐巴 还是什么 就是整体吃起来 我会觉得 嗯 就是还蛮特别 就是她的口感是 不像我们吃馒头的时候 淀粉很吃起来 是甜甜的 她咬下去之后 是咸的馒头 嗯 我觉得很特别 是因为她蛮 就是虽然是咸的 可是她吃起来 还蛮清爽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们有搭配 像是其他的饮料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哦 我们在吃那个馒头的时候 其实是 妇女她们已经练完舞蹈 嗯 然后是婆婆妈妈们 然后她们就觉得 练完舞蹈 就是来聊一下甜 然后大家一起坐在院子里面 嗯 然后那个阿姨 她把馒头蒸好之后 我们就坐在那边吃 就是觉得搭配 夏天的晚风 然后吃着那个咸咸的馒头 然后觉得哦 好清凉好清爽 这样子 嗯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让伟诚来讲 你当地的一个美食经验 OK 好 欢迎回来 数位好处 我是文婷 今天在我们这部当中的 我们要请的是 这个第十一届蹲点台湾 刚从达鲁马克 蹲回来的两个大学生 他们分别是 伟诚 黄伟诚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就是我们的 为听众听众 文婷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般来说 节目里面 我是不让人家叫我姐的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呢 就是你们去台东那边 达鲁马克 蹲了十五天吗 那刚刚讲到说美食 刚刚是听众有分享了 当地的一个 比较特殊口味的馒头 那伟诚呢 你对于当地的一个食物 有没有什么 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的 刚好想到 就是我们第一次上去 达鲁马克 就部落的时候 然后我刚才不是说 就是他有在烧菜 而他煮了一锅面 然后那个面就有点像是 他们的工作餐的样子 就是里面可能什么都有 然后混了很多 可能肉啊菜啊 然后还有面线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有 就是弄铜板烤肉的部分 哇 对对对 然后 这个就让人家 就觉得是圆明的食物啊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他弄铜板烤肉 然后他就是直接这样一大锅 然后肉满满的这样子 然后就说来快吃 嗯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就第一次先骗你们 不是啊 就先邀请你们到救部落 用食物诱惑 对 用食物跟美景诱惑你们 就很怕你们后面15天不来这样 结果还好15天去了之后 感觉如何 感觉其实还蛮棒的 对对对 怎么说 很棒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去了第一次那个时候 就是像刚刚我们说 就一直被食物诱惑 我们一直被喂食 就我们如果筷子停下来就说 你们还没有吃饱 多吃一点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 好好好 我们我们继续吃 然后后来到蹲点之后 我们就想说 应该不会每天都过年 就是不会每天每次遇到的人都对你这么好 可是其实我们在蹲15天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的族人 其实都对我们真的很好 就是好到会觉得说 我是你的小孩吗 那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次走在路上 我们就是只是在记录东西 然后那个就有个族人就看到我们就说 你们两个两个过来 然后我们想说什么事情 结果他其实是他们买了就是 炸物 然后他们在就是 但是边吃边聊天 然后看到我们两个经过 叫我们过去一起吃 所以我们后来就坐在那边 跟他们一起聊天 我们就一直吃起炸物 就在路边就被叫去吃东西 就直接进他们的房子里面 太有趣了吧 但整个部落的人都认识你们两个 对不对 我后来觉得可能没有到全部 但是我们有看到几个手面孔 就是后来我们走在路上 然后就会说你们这样要去哪里啊 哦好辛苦哦 啊加油哦 之类的 所以就是反正部落知道有两个大学生来了 对 在这边15天 然后要帮他们拍片 因为刚刚讲到的是纪录片嘛 那可是你们还有一手服务的部分 一手服务的部分是做什么 我们其实一手服务一开始设定就是说 他们可能纪念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可能去协助这样 可是其实发现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 就是他们的内部的就是组织的凝聚率非常的强大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就是部落的 就是接待我们的人就是去讨论说 哎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 哎其实这个部落这边有做那么多事情 然后也希望把这些事情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希望 我们可以去拍一部介绍当地部落的影片 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部大概五分多钟的宣传影片 对然后未来希望可以就是借由这样去 把这个部落宣传出去 宣传影片的主题是讲什么 我们这一次宣传影片 我们就是有点弄那个一日达鲁马克型的概念 哎太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人对于达鲁马克有兴趣 想要去那边玩的话 现在就是先预告剧透 把那个你们的宣传影片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影片的话 就是前面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让大家知道达鲁马克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是有以我作为一个就是旅行的人 然后要进到达鲁马克 然后我们有拍像是入口的画面 然后入口一些像是他们的牌楼 就是有比较明确的地表 告诉大家达鲁马克的位置 对然后进去之后呢 如果你是早上来的话 我们就非常的推荐你可以去吃部落的早餐店 为什么 早餐店不是都一样吗 因为这个早餐店我们觉得很特别 但可能跟我们就是蹲点的经验有关 就是我们的达鲁马克蹲点的一切都是从早餐店这个地方 然后发散出去的 所以我们就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个早餐店有特别的感情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 你可以先逛一下部落 先认识一下部落 然后认识完部落之后 你可以就开始往山上走 如果你是在收获鲁期间来的话 可以先就是看看他们部落 可能就在准备一些收获鲁的内容 因为家家户户其实在准备收获鲁的期间 都会开始有一些活动 然后山上走的话你可以去西边玩 然后你也可以去走山林 山林的话他们有一个地方是在收获鲁的期间叫做猎寮 猎寮的话在收获鲁期间就是猎人们他们休息的地方 但是平常的话那边算是作为一个生态的园区 所以你可以其实在那边就是做一些生态的观察 然后在猎寮的后面其实有一个生态的步道 他们好像是现在正在建制当中 未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 那边应该会有一个生态步道 可以大家去走 刚才讲的是早上可能你逛完当地的一些风景样貌之后 然后在下午的部分 他们的祭典的期间 主要是要就是去宣传所有 就是他们收获鲁即将要到来 所以他们会就是派男青年们 就是穿着他们独有的那个乐器 好像是叫囤铃的样子 囤铃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走在街上 跟就是大街小巷宣布说 我们收获鲁即将来了 然后重点是他们还会走出村外去 就是跟其他在附近的部落说 我们收获鲁要来了 记得那个时候要寄来来看我们 哇好可爱哦 所以那个也只能在收获鲁前 我们才看得到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算是如果你有机会来的话 建议你可以待一小段时间 如果你有空的话 因为你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 真的是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活动 嗯 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就是加进了一些 可能他们在祭典那一天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角力 嗯 然后比如说就是射标墙 然后还有射箭 然后女生的部分也有就是做那个 头顶就是小米的一个 区位竞赛 对一个区位竞赛的样子 然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鞦韆为伍的部分 嗯 他们的鞦韆是大概三四米高的一个鞦韆 这么高 对对对对对对 那谁在上面挡 在上面挡的人只可以是部落的女神 嗯 以前的话好像规定比较严格是未婚的 嗯 未婚的女青年们可以上去挡 因为挡鞦韆这个动作 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是 嗯 让自己被看见的感觉吗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收获季 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 达鲁马克的青年们的恋爱的季节 嗯 对所以女生在上面挡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是要展现自己的利与美 嗯 那如果你挡鞦韆的姿势啊 体态啊吸引到男青年的话 嗯 你就会在挡完秋千之后 那些男青年们就会在底下 就是会下面接着你 然后把你抱回去他们的休息区这样子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很疑惑就说 因为女青年在挡完秋千下来之后 为了要表示自己其实是很害羞的 嗯 所以他们有一个手势是要用手 把自己的脸挡住 嗯 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 那他就是把脸挡住之后 他怎么知道就是谁抱他 对 就是认识自己的未来的另一半 对 然后我们就问了部落的主人这个问题 他就说 哦 这个很简单啊 你就看他就是你被谁抱住的时候 有触电的感觉 就是他了 果然是很圆明的回答 对 对 他们很可爱 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拍到影片里面 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去现场 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嘛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猎寮 我比较好奇 猎寮就是猎人休息的地方 女生可以进去吗 女生是不能进去的 嗯 对 嗯 我们当初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大哥就有跟我们提醒说 在收获记的期间 他们不会让女族人靠近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就说 哎 为什么不能靠近 嗯 他们的想法是说 因为呃 传统上是认为 如果有女青年靠近猎寮的话 就会导致 就是达不到猎物 嗯 就是会不丰收这样子 嗯 对 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也会认为说 你在猎寮里面 其实算是 那个对他们猎人来说 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嗯 所以你不能在那边打喷嚏 嗯 你也不能在那边放屁 真的 对 那如果不小心怎么办 不小心的话 我们是没有问什么 怎么又没有问 我忘记有一个大哥 他叫什么名 他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他以前就是故意 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被骂 然后就生气 嗯 嗯 故意脱脱 啊 就是就是装作要打喷嚏的那个 然后大家就很紧张说 你不准打 就把他推出去 就是不要再列了 然后他自己就觉得 大家好紧张好开心 这样子 哦 所以就是还是可以疲一下啦 但是会被大家就是唾弃这样 对 那刚刚讲到那个早餐店 你们说去那边 一切都是从早餐店开始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神秘的早餐店吗 为什么说那边是对你们来说 也蛮重要的地方 其实早餐店他就是很 就是很一般的早餐店 嗯 可是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呃 其实部落每个人都要吃早餐 对 那所以在早餐店当中我们会非常 就是能够预期会遇到部落的大多数的人都会出现在那里 哦 他是只有一家早餐店吗 如果是在部落里面的话 对 就只有他一间 哦 难怪 所以大家都去那边吃早餐 嗯 那你们就是一大早就都在那边等 对 然后等大家来 是这样吗 真的吗 我们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插流 就是我们真的也要吃早餐 嗯 所以我们就去了 嗯 老板娘就问说 嗯 你们两个是谁 嗯 新来的 对 你们来这边干嘛 然后我们就自我介绍就说 哦 我们是中华电信 然后基金会 然后蹲点台湾 我们要来记录 嗯 狩猎记的东西 最一开始我们原本以为可以记录到 然后他就说 好啊 好啊 就是我认识很多人啊 我帮你们介绍啊 嗯 然后我们就说 哦 好啊 就是有人帮我们介绍 我们当然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吃吃吃之后就 话讲到一半 然后就有个主人走进来就说 啊就他就他 嗯 就是他就是那个谁谁谁 就是嗯 都认识很多人啊 他都认识妇女会的啊 你就叫他帮你介绍啊 然后之后也真的透过那个姐姐 就是认识了很多 像是妇女会的会长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劳 嗯 对 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说 哦 在早餐店真的可以认识到好多人哦 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几乎每天 我们都已经会去早餐店吃早餐 然后也真的就是在后面几天当中 就认识了还蛮多的其他的人 嗯 15天下来啊 刚刚听众有讲说 对你来说蛮有收获的嘛 可是伟承还没有说 这15天下来 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觉得说就是可以从他们一开始就是开始筹备那个状况 然后以及就是看到啊这些筹备的东西真的变成现实 然后就是可以展现给当地部落的人去看 会让我觉得说就是一个可以延续这么久的活动是这样依靠每一个人然后把它建立起来的最后在那些筹备的主要的干部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感动 嗯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会让我去想象以后如果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需要这样一步一步然后把大家串联起来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去感受到说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是我必须一定要去把它完成 然后我要继续把它延续下去给下一代或下一届的人去做所以对我来说是呃整个文化的就是串联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让我非常的感动 嗯就是你们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到凝聚力的部分嘛 对没错 那这15天完了以后你们两个刚刚说本来不太认识然后变成朋友了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对方讲的 其实我蛮想要谢谢伟辰嗯因为像我是刚刚有说到我是台北人嗯然后我到台东之后其实我有一点不太习惯台东的天气 虽然天气很好但是对我来讲有点太热了嗯我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是身上那个关节处有长一些 汗诊之类的汗诊之类的东西嗯对但是我没有跟他说那也是蛮感谢他就是在那15天当中因为我就会是觉得太热了嗯有的时候会有点想要逃避不想要出门嗯对但是他也很热情然后也是有让我看见就是他很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之后我们就是他包容我啦嗯然后就完成这趟旅程这样子嗯对好那伟辰呢 对我来说就是庭中在整个15天的活动当中其实帮助我很多嗯对因为其实我算是呃可能一个比较会去可能书写文字或是说做一些本影像记录的部分但是我其实比较不善于可能跟当地的部落的人去做沟通跟聊天对那很多时候就是我可能已经停下来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延续那个话题的时候庭中就会从旁边跳出来说哎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对方的那个族人他就会 就会觉得说哎是有兴趣的然后就会继续聊更多我们原本可能挖掘不到的事情嗯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就是协助非常多让我们很多的可能沟通啊聊天的部分能够延续下去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拓展可能新的一些关系嗯然后找到一些新的人对啊就是要很感谢他可以就是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深入到这么深刻的地方就像伟辰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伟辰他就是蛮会 写文字嗯然后蛮会拍片的嗯但是他真的面对族人就是聊天的时候他有时候应该是紧张嗯或是不太去有点小心就是不太敢随便乱说话嗯然后就会聊天聊一聊之后就会突然定格就实话因为我自己本身算是还蛮开放的人嗯就是还蛮大方的人 所以我就是还蛮喜欢跟就是主人聊天的嗯然后我就是可能看到什么都要问啊我们就会说哎为什么有一些人家里前面会挂腊肉嗯他们就说哦因为那个腊肉可能就是好像是结婚还是快要生小孩子嗯父女快要生小孩的前一两个月嗯他们就会在就是家的门外就是晒那个晾那个腊肉嗯然后等到他晾到就是有一点透明状的时候 其实等于说嗯小孩可能快要出生了他们就会把这个腊肉就是分享给族人就是有点像是邀请大家来分享小孩子要出生的这个喜悦嗯对但我们可能其实 一开始就是会有人定格就可能吃馒头就嗯就默默的吃嗯那种感觉嗯但是就是你愿意去问就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故事吗呃也趁这个机会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就是有没有什么要感谢当地的族人的真的想要感谢早餐店的老板娘嗯对那会想要感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把我们当成是自己的小孩因为其实我们在收获记的期间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参加活动当天或是事前的像是绕境报训的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他邀请去他家可能就是跟他一起吃喝嗯然后甚至那时候因为很多主人都会回来参加这个盛事然后人家就会问说这两个人是谁嗯然后他们就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这我干儿子啊嗯然后我们其实当下就是觉得有点感动就是 正确来说我们其实来没有几天而已搞不好才一个礼拜多但是老板娘已经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干儿子然后对我们这么好然后到我们最后一天要离开达鲁马克的时候我们其实又去吃早餐嗯然后老板娘就问我们说那你们明年会来吗嗯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明年会想要再来看阿姨嗯他就突然就是整个嘴角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不自觉上扬就是整个就是列到他的旁边之后 就说真的吗嗯那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看到你们哦这样子就是很开心嗯真的要回去看哦那韦晨呢哦我也很认同就是庭中讲的就是早餐店阿姨的确就是在帮助我们很多然后我们跟他互动也是就是非常好那另外就是我也就是想要再感谢妇女会的会长对秀红阿姨其实他在就是后续我们在做影像记录的时候做记录片的时候他就会就是提供我们说哎你们也可以来拍这个东西 嗯他提供很多关于文化部分的一些讲解比如说那个秋千部分为什么是那个造型的然后那个造型各自有什么意思然后中间那个主持人又有什么意思这样嗯所以对于我们就是在做影片的时候就才不会就是一字半解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拍的东西是什么嗯对所以很多文化的东西都是由他来就是提供给我们的我觉得很棒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达鲁马克这个地方然后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他们的部落格的文章真的写得不错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搜寻因为我觉得他们写那个答答答达鲁马克一般人应该是搜寻不到所以你搜寻达鲁马克蹲点台湾第十一届应该就可以看到他们很棒的文章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